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抱怨过公司加班不给薪 甚至做到过劳死 这些违反劳基法的记录 政府公告这些血汗公司 但是呢这些公告有时候一下子就不见了 所以呢有个佛心的工程师 他自制免费的求职小帮手 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呢 搜集了三百多笔的违法资料 揭露了宏达电 云白等大企业 曾经被罚的资讯 就推出了一个礼拜就信了一万人次下载 日前殖民企业洪达电 才被指控博血尖叫声 关上血汗工厂臭名 也有员工爆料超时没给钱 到底怎么知道公司黑不黑心 求职前嫌探探底 原来有为29岁工程师佛心来着 自制求职小帮手 花了两个月时间 搜集各县市劳工局资料 一一揪出血汗工厂 就怕违法资料再也找不到 现在民众只要上Google Chrome 线上应用程式商店 免费安装求职小帮手 如果浏览104518等人力银行网站时 网址旁边显示皇帝黑字的值 这公司曾违反劳基法的记录 马上现行 现在违反的项目是以超时加班 或者是不给加班费为主 那如果我知道这些情况的话 我去面试的时候 我会希望他能够给更高的底薪 其实谁都怕碰到血汗工厂 尤其很多大型企业 例如圆柏 六夫 特离屋 不显示根本不知道有被罚过 不过佛心工程师 未来还打算再加小帮手工门 如果公司有提供22K职缺 或是工作环境不友善 讯息都会被刊登 希望表扬好公司 也遏止压榨员工的坏公司 今天希望王彦均录以台北财房报导